長官縣 關於吃食班的安排 我們第一批約大概有47所學校 大概接近2萬個學生可以吃到食班 在12月15號我們供應 那麼第二批約大概有94所學校 大概接近另外一個學生可以吃到食班 在25號以前應該是可以完成的 那第三批大概有75所學校 大概有2萬多的學生 大概在12月30號以前能夠吃到食班 也就是說全縣都可以吃到第一輪的食食班 那第二輪以後的供應就看中央的政策 跟農產品的供應的情況 我們希望孩子還有機會吃到第二次食班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注意看 这个男人太狠了 这个男人叫大壮 为了可以拔河赛中取得好成绩 不惜利用各种机会进食 人家上课他在吃 人家下课他在吃 人家跑步他在吃 人家在上厕所他还是在吃 接下来的几秒千万别眨眼 只见他为了保留体重 居然 在上厕所的时候喝红茶 不然你以为在喝什么 就当一切都很顺利发展时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关注我收到更多山顶运动会的奇闻八卦 我是达达 我们下次见 12月3号山顶国小运动会 2月3号山顶国小运动会